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庆富集团旗下有三艘远洋渔船滞留马绍尔群岛,导致数月无法作业,台籍船长家属先前曾向政府求助。 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今在马绍尔表示,外交部于府方得知消息后,基于协助国民回国,外交单位已在最短时间内全力协调,两位船长近日就可回台。 综合媒体报道,由于远洋渔船要到马绍尔捕鱼,需要支付权利金,但幸福集团风祥渔业所属的风祥渔业668,风祥渔业696,风祥渔业779船东长期基欠权利金,公司端币不见面之外,船员也未领的薪水,因此才因此滞留马绍尔五个多月。 黄仲彦指出,总统蔡英文得知此事之后十分关心,并认为只要是台湾的国人想回家,就要全力协助。 外交部在家属向媒体揭露此事后,由大使馆介入协调,在汉马绍尔方面交涉后,近日即可带着两名船长回台。 另外两位干部则希望转职,在安排下目前也找到新的东家。 另外,针对船东与员工之间的民事纠纷,黄仲彦表示这需要当事人自行解决,政府不会介入此事。